好,那我們現在已經就是新增到上面去囉,再來怎麼辦,老師們錄的東西就是一個檔一個檔一個檔,好,所以慢慢的檔案其實會越來越多,那你針對這一次課程來講,你分了這麼多的檔案,我怎麼讓學生在觀看的時候不要一個檔去找,所以我們要把它集結在一起,就是播放清單,好,那我們回到那個YouTube中,我們剛剛的YouTube的位置,好,老師們連到YouTube裡面之後呢,我們要進到播放清單裡頭,好,所以呢, 在左側你就點我的頻道,我的頻道,好,進來之後這邊就有一個播放清單,點這個播放清單,好,來,再來,那我要自己建置一個新的播放清單,一樣點上頭的新增播放清單,你就可以打名字,打你要的字,例如說,我今天上課的那個課程練習,我用練習用,我自己會用日期啊,學校啦,課程啦,第幾次上課,第幾週之類的來分,好,所以你們可以 可以自己看一下怎麼去分類它,好,來,假設我用練習的,OK,再來,這是播放清單的公開方法,跟剛才的單一檔案的方法是一樣的,如果你設定公開,就所有人用搜尋都可以找到這個播放清單,你用不公開就是連結,有連結的同學才會看得到,然後私人呢,就是你個人看,別人都不看,所以像我有一些那種喜歡的影片,我就會設私人, 我聽了音樂啊,怎麼就設私人,不然人家到我的頻道都會看到這些東西,好,所以你可以自己去安排,好,那我設不公開,按建立,好,建立之後呢,畫面會轉到這個介面,這就是播放清單的介面,所以呢,在這個播放清單中,下方因為我還沒有放影片進來,所以它現在尚無影片,好,上面呢,課程名稱,這個可以改, 然後再來下方有一個說明,這說明很好用,我等一下教你們怎麼用,說明,好,所以它這是播放清單的介面,好,那再來我要把影片放進來喔,怎麼放,那我們回到,錄製工具,進來後呢,我們到右側去,它是不是已經上傳YouTube了,好,那我的做法是,如果單一個檔案,單一個檔案的做法是,我就點這個檔案,點,它會開啟,這檔案已經是傳完的,好,然後呢,往下看,下方資訊的地方呢,這邊,有沒有看到一個鎖頭, 鎖頭,對不起,新增制這裡,新增制,鎖頭是改變方法,改變你的那個授權方式,好不好,然後,我們往上一下,好,這裡新增制,你就點它後,你曾經建置過的播放清單,通通會在這兒,我只要點練習用,它就帶進去了,新增進去了,好,練習用,然後新增到練習用之後呢,來,你看,它是不是有勾勾是核取方塊式的,代表著,這一個檔 可以被放到多個播放清單中,如果你有A班,B班,C班,你就一個檔可以給三班用,這樣知道我實際上,好,來,然後我們看一下,這邊已經放上去囉,就可以關掉了,放進去就可以關囉,來,我們回到我的播放清單中,老師只要重新整理,它就進來了,了解吧,然後這播放清單,這個,這個,如果你不要了,右邊叉叉按掉就移掉了,超簡單的,有問題,好,來,那,我現在是 單一個檔而已喔,只有一個,如果像我們平常在上課的時候,沒有空做這些事情,我可能回去之後再來處理,好,我可以一次性的把檔案都上傳嘛,但是我檔案都上傳後,好,當我檔案很多的時候,我可不可以讓多個檔一次進來這兒,多個檔一次進來,不用一個一個做,好,一樣的,右上角,新增影片,新增影片,好,上面的第三個是您的YouTube影片,你曾經上傳的都在這兒,那這個是我今天上課的, 我在偷偷上傳,你看,1,2,1,2,3,4,有沒有,我們剛才上課的那個片段,我想把它傳上去,我就點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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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沒有,這四個,新增影片,它就擺上來了,老師聽懂喔,所以你的影片檔案,它是檔案歸檔案,影片,影片是獨立的,它可以被加在很多個播放清單中,聽懂我意思喔,這個檔案可以被加在很多個播放清單中,你就可以自己去湊,湊一些課程出來, 好,這樣有沒有一點,聽懂喔,換各位囉,好不好,試一下,來,所以甚至啊,老師們如果在網路上看到一些不錯的影片,YouTube的影片,你要分享給學生,你也不用下載了,知道吧,你就把那個連結啊,加到播放清單就好了,知道我意思喔,我也會這樣用,我覺得還蠻方便,就是有些補充資料給學生的時候,